好 繼續來看到花蓮縣原住民聯合封年節即將在7月22號一連三天來舉辦 那麼為了因應千人大會舞的單元 各鄉鎮市部落的族人都加緊的練習 那麼今年的大會舞一起來相聚 花蓮市也不例外 連日來各部落的婦女姐妹都利用晚上的時間來練舞 那麼市長魏嘉賢晚上是前往看班 慰勞大家的辛勞 期盼在封年節大會舞能夠展現花蓮市部落在歌舞方面的天賦 晚上7點不到施工所前廣場聚集了不少部落婦女 在教練指導之下隨著音樂節奏練習大會舞 市長魏嘉賢協同了主任秘書汪美華 還有原型課的課長江靖賢到現場 關心姐妹們練舞的情形 而市長表示一年一度聯合封年節是國內外觀光客最期待的盛事 請大家辛苦一點把大會舞練熟之後 在封年節裡頭可以表現出最具原住民文化的舞蹈 也讓觀光客見識有別於其他民族的原住民風情 我們在花蓮最熱門的一個封年節封年季也要陸陸續續展開了 那我們很多部落的姊妹都一起齊聚一堂來訓練大會舞的部分 那也期盼給很多來到花蓮的觀光客或在部落封年季的時候有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那我們可以看到每個姊妹連續練這幾天來都非常賣力也非常辛苦 那我們期盼未來每一個姊妹在封年季都能夠有很好的表演跟表現 那在封年節的時候也可以讓很多來到花蓮的觀光客印象深刻 那在此花蓮四公所也會全力的來支持部落各項的發展 今天也感謝非常多的民意代表還有機關長官的部分來到我們現場關心 那也希望未來我們部落的文化能夠代代傳承 到現場的還包括縣府原型處的副處長獨顧薩雲 他也代表上級政府執政三萬塊錢的排練費 感謝部落族人共襄盛舉 另外縣員魏家彥、迪布斯依賴李正文、周俊佑 還有市民代表蕭明龍、平島不定及謝豪杰 也都到現場帶來點心、飲料及贊助費用作為支持 現場貴賓在部落族人邀請之下也和大家一起共舞 感受原住民族熱情歌舞的力與美 介入會歡視報導